线上是TVBS驻深圳的特派陈向如 欧洲对于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 征收了新关税将于11月1号在欧洲生效 尽管双方只能存在旗舰 欧盟与中国同意近期展开进一步的技术性谈判 讨论对中置电动车加征关税的替代方案交给向如 大陆商务部的部长王文涛 他上一周的时候和欧盟的执委会视讯会谈 王文涛他就提出下一阶段的价格承诺磋商 应该是在互相的核心关切基础上 按照务实平衡的原则来进行磋商 并且希望尽快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 希望能够符合中欧各界的期待 欧洲就价格承诺方案提出了具体建议 大陆同意立刻启动下一阶段的磋商 并且欢迎欧洲的团队尽快来华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欧盟结束了对大陆制的电动车反补贴调查后 决定要将进口的关税税率 在现行的10%基础上再加增最多到35.3% 预计11月1号生效 并且会实施5年 但是欧盟也曾表示生效后 仍然还可以再继续谈判 双方正在研究 假如取消措施的两项替代方案可行性 分别是大陆车厂承诺预定 是价格的下限 或者是对欧洲来进行投资 而替欧盟27国来制定的欧盟执委会 过去已经和大陆进行了八轮的技术性谈判 但是如今他也表示 彼此的立场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分歧 不过欧盟执委会他们也说了 双方将致力找到了彼此都能同意的解决方案 而这一份方案除了有必要 确保欧盟市场的竞争公平性 也会符合世贸组织WTO的规范 路透社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的数据来计算 今年第三季的中国进口曝光设备总值33.7亿美元 这个数字是相较于前季大增进了近六成 创下了有海关系统的数据以来最大的单季值 年增7.5% 中国大陆出现了进口曝光机的囤货现象 是因为担心中美科技站的加剧吗 再把时间交给响入 大陆在光刻设备的囤货现象 看起来是有所加剧的 创下了最大单季进口总额 而其中第三季 他们从荷兰进口的光刻设备 总值是30.7亿美元 比去年的第三季历史高峰上 再增加了14.7% 也比前一季大进增加了七成左右 来看一下荷兰在第三季也超越了日本 成为大陆最大的半导体设备进口来源国 而进口的总值是31.4亿美元 根据大陆海关的数据显示 尽管光刻设备进口强劲 但是大陆半导体设备的进口总值 在9月却下滑了12%左右 这是自2023年6月以来的首次 有投行就分析 主要因为受到了部分半导体设备进口下滑 超过两成所拖累 投行报告他们就说了 第三季设备进口急剧减速 主要是归因于2024年上半年 因为担忧美国制裁升级 而导致的提前出货 预计当前大陆进口的半导体设备 将不再构成了短缺 有一些新成立的晶圆厂 首条产线也接近完工阶段 进入了10月下旬 美国尚未像之前一样 宣布新一轮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 但是路透社也报道 无论未来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 还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赢得11月5号的美国总统大选 可以肯定的是 美中科技战一定会在升温 而业内的专家也透露 届时美国预计将会采取新的措施 减缓大陆成熟晶片 智慧型汽车和其他的进口产品 流入了美国 同时也会对销往大陆的晶片制造工具 和AI晶片实施更多的限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